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飞 先飞 你家里家的东西 你还是家 你要问你一个人睡 一个人睡就算了吗 这会跑来我心里家睡 而且说这样难看 怎么样吗 起来啊 怎么你了 怎么 怎么你了你 不给你家睡觉 今天 我要再次彻底的帮拿了后来一个大改造 顺便要教他一些男生的护肤保养基本功 因为这条目嘴真的是太格力了 他真的以为我给了他一些衣服过后 他去弄了一个爱心头就可以变王家了 他根本没有搞懂那个人帅王家的 人丑穿什么都有这个道理 住你了 所以今天第一件事情我要解决一下他脸上那嘴杂草 因为像极个 这种有两边没中间的 真的要不得吧 你看 下马好很多 虽然说他的样子还是一样很欠打啦 但是没有办法啦 他就像这种五行欠掉的人 然后我不知道他鼻子上面的黑头哦 是留来中摩的 做鸡马屋是不是 哈 好行就去买个粉吃棒处理掉它啦 随便摩擦摩擦摩擦就能除掉黑头除掉饺子 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都好 可以去试下这一款韩国No.1的粉吃棒 我觉得这东西好用又不通 重点是很便宜吧 那我发现很多男生跟喇喇吼一样的 洗澡不用五分钟 我其实不是很懂你们进去是淋水还是中末的 那其实呢 如果你想做一个女生看到你会想要靠近的男生 你身上就要有香味嘛 所以你洗澡的时候就要用一些有品味一点的沐浴露 所以就不要再用撒本了啦 吹哟 你看你看 各位brother 来到重点了 洗脸是very的重要 请记住 洗脸不是用水 是要用洗脸霜的懂吗 那你可以买这种便宜的好用的洗脸霜 那洗的同时还可以顺便补下水分 像喇喇吼这种五行嵌水的家伙 就最适合不过了的 那讲到五行嵌水 当然是要保湿嘛是不是 这样你就可以用这个万能的芦荟爽 那帮你擦掉脸爽爽 保湿过后就要到控油 那你可以擦这种妆前的保养瓶 擦在你的T-Zone那边 你没有打算化妆也是可以擦的 那它让你保持无油光状的同时 也保湿你的肌肤 像喇喇吼这种磁碎早期的低头猪 平时表情又浮夸到死的目嘴 脸部就一堆纹 所以我就给它擦这款面疮 让它把它的喇喇皮拉紧它 然后修它的细纹 修它的法令纹 那要当欧巴就不一定要白 但是起码要肤色均匀 才会讨人喜爱 那没理解最大的问题就是够晒 所以我们的皮肤很多时候都被晒坏了 那你可以用这种素颜霜 去矫正你皮肤的颜色 这样你才能自带光嘛 你看喇喇吼这个 你才会这样白 那个batman里面这样的joker 你不吓耐死别人吗 那这个时候喇喇吼已经可以说是 80% lady了 那穿上我配给她的衣服 你看 整个人简直是skirt 人要look good 你也要smell good 那女生看到你 才会咕嚕咕嚕咕嚕 那结论是 一个人的颜值是决定一切的 那你人格烈 你穿什么都是ugly的吧 所以不要只会把钱花在你身上的东西 你要学会把钱花在你自己身上吧 做完跟那个衣膜一样 但anyway 你看只要你肯努力的话 喇喇也可以变我爸的咯 还有一天下来到外面回来 不管你没有化妆 你的脸都要去清理一下 所以你要用这种cleansing wipe 去卖一下你的脸 所以男生呢 就不要整天抱怨买护肤品非常的麻烦 又怕出去给人家笑 你上网买不是可以了啦 那这个影片我所用的所有产品 都是在以下这个网站买的 www.beautystore.com 然后这个影片也是跟beautystore合作 庆祝他们的十一周年轻 那么同时也要庆祝Fashion Boy的6万订阅 所以我们决定搞个gip away 那大概就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在下面的comment那边留言 夜创月月押韵的我就送给你们 然后当然不可能送你一包送你两包 我要送你一年份的 所以男生就不要再抱怨女生 为什么那么暧昧 花那么多钱在保养品 护肤品上面 你要懂 他们的美是给你欣赏的吗 哎 时候也不早了 Fashion Boy也要收工 去睡觉被人叫的嘛 睡觉的话它是浮一片mask啦 其实这个mask真的很好用一下 因为它是好像gel这样子 所以它就可以把那个精华更直接的输入进去的脸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会分享 去看个mask 去看爱上伙伴 然后就要like我的page 普通过insta了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下期见 拜拜